男人只是上了趟厕所 就发现一件危害国家安全的惊天阴谋 他看到随着地面晃动 洗手池的水面泛起阵阵液 于是马上找到服务员 询问地下是否有地铁经过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他瞬间产生一个大胆的猜想 原来就在一年前 皮特在地铁上发现一枚定时炸弹 虽然在他的及时干预下 乘客最终安全逃生 但因为炸弹客至今下落不明 导致作案动机和幕后黑手仍是个谜 本以为只是单纯的恐怖袭击 可得知地铁行经路线后 他突然意识到对方的目标 恐怕并不是列车本身 老太太受到启发 马上让罗斯打开街区规划图 果然发现有一条大型输气管道 和地铁隧道交叉 如果炸弹当时在这个位置爆炸 威力足以摧毁两个街区 而随着调查沈入 很快罗斯又从爆炸前的监控录像中发现 有个女人在早上的咖啡店里坐了五个小时 期间还一直看着窗外自言自语 然而皮特只是看了一眼 便立马意识到对方是在对着麦克风讲话 更令他感到震惊的是 这个女人自己早就认识 她就是特勤局的爱灵顿特工 由于爱灵顿的工作是保护政府的高官要员 她的出现也意味着当时有一名大人物正在附近 为了查明袭击目标 皮特当即找到爱灵顿 想请他透露爆炸案当天保护的对象是谁 然而在寝视了上级后 爱灵顿并没有告知真相 只是在听到皮特追问一个名为余英的代号时 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这个代号正是罗斯从数一口中得知 可能将在几天后遭遇袭击的某位重要人物 眼看剩下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二人只能兵分两路查找线索 于是罗斯来到图书馆 尝试通过杀手的戒指确认其身份 皮特则登门拜访霍金斯的妻子 看看能不能问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这才得知 原来霍金斯一直都在调查一年前的地铁爆炸案 在整理了种种疑点后 他锁定了一家名为改造胡工业的军火承包商 而被杀害的当天 正是为了与这家公司老板会面 由此可见霍金斯根本不是内鬼 只是因为接近真相才惨遭灭口 而他之所以选择独自查案 失意识到白宫里已经没人可以信任 皮特得到线索 立即回到图书馆与罗斯分享情报 可不料听到改造胡工业的名字 罗斯顿事后背一凉 原来通过杀手的戒指 他也查到了一些线索 戒指上的图案是某个被废除的王室家族的家会 并且这个家族的王储曾佩戴过一模一样的戒指 但诡异的是 证明王储在两年前离奇失踪 而当时警方通缉的嫌疑员 正是一路追杀他们的杀手 然而这还不是重点 而是王储在失踪前 曾公然谴责一家国防承包商 然后你猜怎么着 很显然改造胡工业就是一系列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 更可怕的是 这家公司竟然是副总统菲尔德的幕后金主 而通过他与公司老板威克的合影看出 二人已经是老相识了 种种迹象表明 副总统菲尔德就是白宫里的内鬼 如此惊人的发现 让皮特和罗斯吓出一身冷汗 事关重大 他们连夜整理资料 准备通过幕僚长向总统汇报情况 但这时皮特多留了一个心眼 他让罗斯留在发小家 自己则带着资料回去报告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行踪一直都被杀手监控 回到白宫后 皮特将改造胡工业策划地铁爆炸案 以及和副总统勾结的事 全部汇报给了上司 法尔听完震惊不已 当即表示要约见总统 然而下一秒 他一句不经意的话 却彻底暴露了身份 皮特顿时愣在原地 因为自己从没透露过罗斯的位置 可眼前之人却清楚地知道 他在发小家里 很显然法尔就是副总统的同谋 趁他离开时 皮特赶紧通知罗斯撤离 并让他去码头与自己会合 不料此时 法尔也正在紧急联系维克 告诉他必须马上除掉罗斯 打完电话后 干脆也不装了 直接带着人准备抓捕皮特 可没想到 预感到危机的皮特 已经先一步逃走 只是在刷门卡时 他发现自己被取消了权限 正准备另寻出口 恰好这是一名同事走了进来 于是皮特灵机一动 故意打翻他的文件 趁乱顺走了门卡 可刚走进地下室 就被特工发现 他只能赶紧躲门而出 然后一路逃到了设备间 这时特工也追了过来 但好在皮特躲在一个通风箱里 并没有被对方发现 还趁机看到了紧急通道的密码 等到特工走后 他迅速输入密码 通过地下通道逃出白宫 与此同时 发小正带着罗斯赶往码头会 可奇怪的是 无论如何超车绕行 最后都被杀手精准找到 他瞬间意识到不对劲 恐怕车上被安装了定位装置 于是发小在一个拐角放下罗斯 自己则继续开车引开杀手 然而定位器上显示的短暂停留 还是让狡猾的杀手看出端倪 于是男杀手也决定分头行动 让同伴继续开车跟踪 自己则下车追进巷子 此时罗斯已经赶到码头 却没想到回头一看 发现杀手也追到身后 于是转身拔腿就跑 结果到了沙滩上 还是被一把拽住 只能拼命反抗 可无奈实力相差过于悬殊 很快就被掐住了脖子 幸好皮特及时赶快 一把推开了杀手 紧接着抬手一拳 不料实力略逊一筹 三两下就被摁在地上摩擦 罗斯见状直接给了杀手当头一棒 T落入下风的皮特解了威 气急败坏的杀手想要掏枪 被皮特一个剑步上来阻止 紧接着罗斯继续在旁助攻 又一闷棍打绝杀手 在一番通力合作下 二人终于成功夺枪 然而老师本分的皮特这事 却想报警处理 可没想到杀手嫌自己命长 开始不断描述杀害书一时的画面 罗斯越听越愤怒 抡起树桩就冲了上去 结果又被反手推倒 皮特开枪才发现没了子弹 而杀手又趁机掏出一把短刀 直送罗斯扎去 情急之下 皮特只能死死围住杀手 最后送他上了西天 脱离险境的二人 躲进事先准备好的游艇 不料却听到令他们震惊的消息 副总统在媒体上发表公开声明 宣称自己唯一的女儿被人绑架 而他通缉的嫌疑员 正是皮特